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曾江峰 我来自北京 我曾经是一名军官 也做过国家公务员 十年之前我辞掉了我的工作 开始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凭着我勤劳的双手 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我在完成儿时的梦想 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行业 我是歌手 我是演员 想了解我更多的话 请看大屏幕 她是内地乐坛原创男歌手 她是有着伤感王子之称的音乐人 她出道十年来 跨界影视歌三期 她就是歌手 孙江峰 今天来到了这个舞台 当然是想找一份和我现在的职业相关的工作 怎么也看不出你当个兵呢 我的爷爷 老爷 姥姥 父母全都是咱们国家的军官 那个时候呢 就把我硬给送到部队上去了 觉得今天是男孩嘛 应该保家卫国 后来一当兵啊 就是十一年呢 从一个战士到一名迎职军官 我总觉得吧 我从小呢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唱歌 喜欢表演 那个时候我跟家里边交流过想法 家里边是坚决反对 后来没有办法 我觉得一个人怎么活也只有一辈子 生命只有一次 我不想老了之后有一个致命的大遗憾 所以我觉得趁着年轻呢 拼一下 之前那些东西全不要了 从零吧 一点点往上走 家里边能看到的我对这个事业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我不是想当明星的人 我没想过挣什么大钱 没想过大红大紫 我是想发自内心的把我自己最好的才艺展现给大家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那你做就好了 你不是做的挺好吗 因为咱们现在不是有这个平台了吗 我是想来咱们这个平台看看能不能兼职做一个一人总监 兼职 我们这不招兼职 全职的话在我不在戏上也可以 你不在戏上全职才可以 这个东西也可以 我们这只招全职 首先这是应聘的条件之一 好吧 你能做全职吗 全职的话 我比如说是咱们有一些个跟影视跟音乐相关的 这里只有芒果娱乐了 我们可以有这个艺人总监的职位 但是我想问一句 我看了你唱歌 包括表演的一些情况 如果你作为艺人总监的话 你去怎么规划一个你的艺人 是这样 我在其他的公司也兼职做过艺人总监 没有底薪 做了多少工作 你给我多少报纸 这样吧 你就说你那个时候在那做艺人总监的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是负责面试一些新人 演员的话我会给他们讲戏 然后歌手的话 我会跟他们聊一些现在的 比如说流行趋势 以及作为一个歌手 你最基本的不单单是你唱的好 而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不然是形象还是包装 你自己有系统的学过表演吗 表演我真的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这个音乐我是参加过培训班 是老师带出来的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这么一个歌手演员 全凭着自己对这个行业的就说百分之一千的 玩票那种心态是不是 不是 我是觉得它是我生命的全部 不夸张的说如果我不拍戏 不站在舞台上 有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还活着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不是忧郁小王子吗 对吧 我们来扮演一个角色好不好 看看你的功力怎么样 就比如说你呢 被那个贺东东给甩了 你现在回来呢 求他再跟你在一起 但其实是呢 他心里面已经爱上了陈昊 来 掌声欢迎 苏林老师说要考核我一下 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 我是做足的准备 我可以展示一下我的表演功底 来 你们俩正在那吃饭聊天 他这个时候进来了 买醉 我们好久不见 最近好吗 挺好的呀 这位是 这我男朋友啊 他呢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能甩的那个男生 就是那个不养活你 还让你倒贴那个 你别说了 真是的 你有什么事吗 要不然这样 给你五分钟 你处理一下 您这位男朋友真有深深程度 那您慢走 晚点回来 那你快说吧 其实啊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感情的基础还是有的 人非草木啊 如果可能的话 你还是回到我身边嘛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啊 哎 你别说那些了 我觉得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吧 再说我现在都不喜欢你了 我喜欢的是陈昊 他胆比我强 你忘了以前 我骑自行车带你去玩的时候嘛 也许没有他的轿车舒服 但这种感觉还是有的 我对你家人也挺好 我们是青梅出马呀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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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啊 现在是我们之间已经分手了 那段过去虽然很美好 但是它已经成为过去了 所以你就别在这儿再浪费时间了 那么多好女孩呢 赶快去大胆地向她们走吧 为了你我放弃了好多东西 你别说为了我 哎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东东演得比你好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觉得呀 有人会演得比你好 你不信啊 一浩阳 你来 哎呀 东东 好久不见了 是啊 那个跟陈浩在一块了 哎 浩哥 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今天怎么这么巧 怎么会也会碰到你了 是 陪女朋友逛街 哦 是吧 那个对 他跟我分手就跟你一起了 哦 你们俩好啊 这都没告诉你啊 他说以前往事不堪回首 所以我就没好好打你 我不想伤害你 你干嘛呢 你怎么会我们再聊天 嗯 我想跟他单独聊聊可以吗 行啊 我不 我不想跟他单独聊 如果是你觉得没有机会了 那我再也不会再骚扰你 确实已经没有必要再谈了 你只要心里真的把它放下来 我觉得就别谈 如果没放下就谈起来 就放下来啊 你看他那么紧张 可能还没放下 聊两句 不行 中共是这样 那个 其实呢 我反思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 之前呢 其实 谢谢你们三 我觉得还是你演的好 这个你做艺人总监 以前呢 兼职是一个月多少钱 是这样 我是有责底心的 就说 如果我在这边工作 那你就给我钱 如果出去拍戏了 那这个就是我这份底心 我就不要了 就大概多少钱吧 几千块钱吧 几千块钱 对 够用吗 够用 因为我现在活动细水长流 比如说我 可能大戏没上过 小戏不断 然后演出也是大晚会上的少 那你有时间找一份正经工作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有时候 该有一个稳定收入了 但前提条件 不能跟我的 现在这个歌手演员的职业 有太大的冲突 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底心五千块钱 底心五千 底心五千倒是不高 可以是有责 我朝您要底心 我肯定得给您带来一定的效益 不然的话 我到你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于公司而言的话 艺人总监这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要把控公司所有艺人的发展 如果你是兼职的话 我觉得肯定达不到 因为你对艺人的规划 首先没有个系统的规划 另外你的时间跟艺人的时间 发生冲突的话 你一定会以你的时间为优先 那公司的艺人怎么办 如果不是艺人总监 艺人统筹干嘛 我还是想做艺人总监 因为艺人统筹的话 那工作的内容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对你的判断 以你的能力 可能做艺人总监的职位 可能差距还有些大 首先你对于表演都没有特别严格的这种受过训练 所以你对艺人起不到很好的一种帮助 另外就刚才我说的 如果你是兼职的话 公司肯定不会考虑 我呢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唱歌表演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以我的演艺生涯为主 这个人格有志嘛 我真的很喜欢这行 这个世界上除了演艺之外 我都觉得其他东西都很无聊的 可能属于那种对这个艺术可能有一些痴狂 你一方面自己要做艺人 另外一方面又想兼职做艺人总监 一方面想走自己的艺术道路 一方面又想要一份稳定的收入 这就违反了我们的原则 我们不招兼职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我们都信 因为你这简历上写的就是 歌手演员永不离职嘛 对 只要我还活着 绝对不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表演行业 那今天来这儿是又一次 在非你莫属的表演呢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觉得是这样 我还就说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可能跟我这个没有稳定收入有关系 你缺钱吗我想问 你不刚才讲你不缺钱吗 是 但是 你收入上并没有担忧 当然你又喜欢你的演艺事业 喜欢你的歌手 我觉得 你出来找工作这个事情真是很奇怪 我觉得王刚说的对 我想表达的是可能就说 我觉得啊 以后我真的成压了 有一个问题如果不说清楚的话 今天你没有必要再面试下去了 就是你到底是找坚持还是全职 是这样 我来这儿之前 想法是兼职 但是现在您不是明确告诉我 不可以找兼职 不可以兼职的 全职的话 我可能就需要细聊 你不能跟我说细聊不细聊的事 这是你到非你莫属的一个门槛问题 你找全职 我们就进行下去 如果你不找全职 现场面试终止 一个老爷们 你的职责要养家户口 那可能有些时候 你就要做出牺牲 我现在 你找兼职还是专职 不能再思考了 因为这个决定挺大的 你到底找兼职还专职 兼职 兼职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 是不允许的 而它呢又触碰到了 我的人生底线 就是我很热爱的演艺视野 这个时候呢 我只能放弃 因为我